自責反省 那有沒有信心得獎呢 有 打扮帥氣 教竹第五十六屆金鐘獎 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五十六歲藝人許潔輝 不只活躍螢光幕前 還投入教育當表演老師 沒想到MeToo風波也燒到他 學生發匿名文章控訴 這是他上過最不舒服的表演課 還點名是演藝圈知名老師 內文提到第一堂課大家還不熟 也有剛滿十八歲的人 卻要學生分組練習 集體性愛配音 雖然講解專業也沒有肢體碰觸 但老師親自示範 過程想讓人鑽進地洞 課後這些陰影也影響學生好幾年 我很喜歡 細膩帶年輕演員的那種 很自然的那種表現方式 當老師教授表演經驗 卻被爆料教學內容不當 許潔輝深夜發聲明回應 看到文章非常抱歉 自責與反省 選用了特殊的角色聲音模擬 公開示範或公開練習 讓學生不舒服 的確有欠考量 向課堂學生誠懇鄭重道歉 而其他學生留言 上過老師的課真的很棒 但也有人提醒 真的蠻反感的 不要自我感覺良好 尤其是公眾人物 更應該敬言盛行